餵餵餵 餵餵餵 剛才居民的指教 我們大概要跟幾類來做說明 剛才有提到交通的問題 在這個議題裡面 確實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議題 我們今天說明一下 基本上都發局 對於周邊的都市計畫道路 並沒有任何拓寬的一個計畫 主要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交通是系統的問題 我們認為這個交通 如果在這個區域 任何一條計畫道路的寬度去做調整的話 年代影響可能不是解決 只是解決廣市本身的問題 它會造成周邊區域交通的一個瓶頸 所以基本上我們現在能做的是 從我們基地內部的退縮 除了坐人行道之外 我們也坐車道 那包含中間新闢的那條臨時性的道路 未來會轉型 作為整個園區的一個服務性道路 跟車道輸入口位置 那主要的關鍵還是在於說 它除了提供一個緊急救災公共服務 最重要的是未來的出入口 都匯集到那條中間的道路的時候 它的長度有將近200公尺 基本上在車輛進出的時候 我們認為對區域交通的衝擊是最小化 那至於說剛才也有民眾就指教說 有關於巴士轉運的這個問題 基本上我們那個15輛的轉運空間 主要是配合設施設施 不康巴士這樣的使用 那所以在區域我們盡量盡量減少 包括甚至對未來入住者使用車輛 那要預據的一個限制條件 都可以降低對於未去交通的一個充實 那接下來另外針對 剛才也有民眾指教一下公園積水這個問題 我們在平宅拆除的時候 會一定先做階段性的改善排水測施 那至於說接下來平宅拆除之後 作為臨時停車需求 這個主要是著眼於因為捷運在開工 再加上我們的工程在進行當中 周邊區域取消的停車位格 其實還是必須要有一個適當的去處 所以我們還是會建議這個部分 階段性還是先暫時做為臨時停車的需求 那以上是針對交通分間出入回營 那接下來就有其他問題 對不起 我想確定一件事情 是 剛才因為因為剛才局長也談到 說投層是減少的 但是葉理事提出來的一個資料 他認為說我們是增加的六層 這個部分裡面有錯 建築師會 OK 這樣有關一些 這個物化環境的部分 那第一個 民眾有提到說 我們是不是有增加建設戰 這個是沒有問題 這個 絕對可以來配合來辦理 那另外 里長提到這個停車供給的部分 其實我們現況來講 供給 汽車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今天 大概六百多個汽車停車會 這個後面我們絕對不夠 那再來剛才也提到說 對不起 請問一下樓層的書的變化 是我們剛剛預期要聽到你的答案 你沒有提出答案 你現在會選手是不是 他說建築師先 他現在沒有幾個原則 因為就是現在我們要做到三百 對吧 三百 所以我們樓層 從三二四變三一次然後變三百 然後 所以我們的做法就是說 上面的我們會把它削 削削 就是同樣建築物裡的 我們把它削削 可是我 有些我還是要做到空中陽台 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做到二十六跟二十七層 這樣子 那 二七跟二八層 對不起 我覺得就是簡單數學 我知道你做了很多複雜的建築設計 你是不是告訴我們一下 原間大家原家樓層究竟是多少 現在成分多少 其實我真的只希望現在知道這個簡單數學 好 如果我們就跟二十七跟二十八層 那是七跟二十八層 所以原來就二十七跟二八 現在也是二十七跟二八 對 那個 就毀宇宙明這樣 這個部分當時在地區說明會 剛才葉宇宙有提到說 當時我們去地區說明會的時候 我講二十六跟二十七層這個部分 實在當時沒有任何空中花園 人機容器這個部分 那剛才葉宇宙有提到 我們在規劃過程中 調整設計的過程 是縮小我們的建築率 而且我們基本上做了很多 維應地區民眾需求的這些 希望的立體綠化 所以會有一些虛空間在這上面 不是 我想他的資料寫的 因為我今天沒帶出稿來 他寫出稿五十五頁 跟你現在出稿修訂的五十六頁 所以你們一個 那出稿應該不是你來說明 應該是你上次的版本 那現在至少 我現在確定的是 葉宇宙提出來的這個資料 是對的還是錯的 你們看到他的資料 所以就你剛剛的說明 我們的出稿在去年的十二月 在去年底的時候 就有一天送到 就是他寶群這邊來 所以葉宇宙提比的意思是說 葉宇宙講得對的 初稿確實寫二十六到二十七 但是現在會有空中花園 這個景觀的設計 節奏很好的設計 所以現在實際上那樣子 可能是變小 事實上樓高確實是高 變成二十七到二十八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 對不起 建設師你回答 所有的問題 包括我的問題 我剛才清楚的說 二月二十四號的方案 比現在的方案 六棟樓都高一層 這是是還是是 所以跟主席跟各位委員說 我剛才一開始就說了 我沒有講二六二十七二八 第一個 我講三二四 三一四跟三百 今天的方案比上次的方案 就是二月二十四號的方案 每移動各降一層 才可以從三百一十四成為三百 這是我清楚的一個字一個字的回應 謝謝 是 降了一層 一邊說多了一層 還是 怎麼那麼多了一層 不是不是不是 林議長 你現在講的是說 從三百一十幾降到三百 要降一層 才有犯法 可是現在 明明你們就是多了一層 不是 多是跟去年十二月的多 還是今年二月的多 是不是有一個樓地板的數字 樓地板面積的數字到底是 三四的時候 二月二十四 那現在三月二十幾降 今天我全部都要三百 這樣子 那是說二十七成 這樣子 二十七跟二十八 今天是二十七跟二十八 今天是二十七跟二十八 所以上一次三百一十幾的時候 是二十六跟二十七 上次是比較高的 上一次很高 上一次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是更高 是二十八成跟二十九成 所以看資料 五字五頁的部分 是十七錯 三個月 剛剛是十二月左右 所以我們 剛剛講到二月的 二十八跟二十九 這一次是二十七跟二十八 我是降一成 從來沒有二八二十 因為我二十七我要縮小 所以我是降一成 可以來報告一下 十二月那時候是二十六 但是呢 這個過程裡面 又是二月分開 再回合中間一次也在調整 那個時候是到二十九 二十九 但是呢 會得要降到三百 所以現在這個案子 是二十七二八 其中有幾樓層二十七二八 是這樣子的調整 因為八 巡弱以上 那個大人 不算會做收緊 但是樓層數跟其共同空間 這個部分 還是必須設置這個空間 所以變樓層數 所以變樓層數 實際上我們跟二十三一四 那時候比是降一成 但是跟去年十二月二八 是多一成 這樣子 主席再問我幾秒鐘 我包括第一次 就是二月二十四號的位置跟今天 我的手法都完全一樣 第一點 在做終極規劃 都發局自己做終極規劃的時候 畫的是基本概念的量體 它是非常緊密的 好 所以呢 去年十二月 第一次提出來的 那個是總稿送出來的時候 為止在二十六 今年二月二十四號那個版本 是都發局的規劃團隊 要求品質內部考論之後 成為二十八跟二十九 但是很重有空中發源 上次書面三二四 算出來三一四 今天走進來 我剛才在做說明的時候 三一四為什麼成為三百 就是很清楚的品質一樣 但是從二八樓跟二十九樓 變成今天的二十七樓跟二十八樓 所以有 我是拿二十二四號跟三月 就是今天的比較 六洞各加一層 以上 我想這邊大概有三個問題 一個是樓層的問題 剛剛就聽了林居長 講了之後 在大樓 還有比較清楚 原來是 2月二十四號 而不是去年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在這些躲避兩面積 哪些有記錄 哪些沒有記錄 然後這是一個 確確的數目值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降低 到底是這個葉履是 比一共的資訊錯誤 還是他靠譜錯 還是原生的版本比較錯誤 那他的問題在就是說 那它跟三二十四十四到三百 number 那一個重機率 為什麼在他這個年齊卻增加 我不知道哪一個地方出問題 所以你可以等一下請 還是之後說明一下 因為我3號我覺得這裡面是會有一些不老的地方 就是裡面應該有這個業務次一共的資料 其實他這個資料在上一次的時候 他就提出了就是不完全一樣但是是有提出來的 所以我們想說就是可以就這部分來說明 那個中委員老公給我們幾分鐘等一下就有清楚的回憶 我們有資本嗎 我們是不是可以取得資本 可以很快地計算回憶 因為這個不能閃過 一定要清楚 我們可不可以請同仁取得一份資本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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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除了那個樓層之外還有一個問題 現在我是也希望你們這次一定會一起講清楚 就是說你的樓居率300 那你的總樓居率的面積 現在的資料是332414 對吧 那現在就是說這個332414.4 跟至少說跟上一次樓居率的面積 其實應該是會開放多別的使用 所以我希望你們也要把這一個 總樓居率的面積使用的一個情形 也應該要交代清楚 我想這個是第一個 這個數字如果沒錯的話 要我直接的一個解釋清楚 一定 那個 麻煩主席給我們幾分鐘 這個 我們三個 一個清楚招待 謝謝 好 那我們現在下一個看看 你們有其他等一下再說明什麼嗎 交通的問題 還有 剛才理長提到那個拍攝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也跟理長提到這個 就是在十一米大陸的這個部分 是會有積水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這十一米大陸的涼色 未來會用增加排水能的方式來做改善 所以這個部分確實是可以搭乘 我們排水改善的 這個地方 會有非常多的方式來改善 那再來是說 侵犯區裡面 這個侵犯區裡面 當然我們的高層的部分 因為這一代 會有很多的 一方等等 當然一次會做到 一次定制的方式 那這個部分 既有的數目 我們也希望能夠 讓它屬性能夠好好的保護 所以我們是用 所以我們的高層上面的改善 是用我們的障礙 結合到等等這支部門的法式來做行間 那這部分可以發生各種可能的改善問題 那另外我們的景觀的部分 就是說 它提到說兩側的這個綠地 跟中央的綠地等等 這些部分的設施 我們當然是以公園化的方式來設置 所以整個計畫區裡面 它一座也提到說 我們從原來的公園 其實只有1.6億公頃 但事實上整個計畫區 其實提供的相關的綠地 已經超過3公頃的綠地 那我們這三公頃的部分主要是 北側跟南側這個綠地 但如果再包含我們中央的 20米的開放空間兩側 對於說15米以後的 這個開放空間其實面積會更大 這也是我們未來 這個部分的設置會比現況更好 那也參賽了 這個委員都是建議包含了 我們比如說 這個有關人類療法 商量療法 這些部分的設置 都會引入到 我們這很大的綠地 把油園的理念來做設置 那當然設置了以後 我們也透過街道家具 跟負面設計這樣子的一個構想 把所有的 可以拿到原理療育等等 這部分的一個設施呢 跟人的動線 可以做完整的結合 那這樣子的配置 其實會現況 純粹就是油氣跟濾化 這樣子的功能 其實會更好 那再來 每週也擔心說 我們這個整個計畫區裡面 以後的配置的部分 是不是 像樹保的部分 這個我們樹木的保護 這個 樹保護的樹木 計畫區裡面是14顆 那旁邊的計畫區裡面還有一顆 這14顆都會 在計畫區裡面做定職 而且是一次的定職 這個部分 也會依照 樹保護的回應來辦 對不起 樹保會還沒有開 並沒有確定 就是那14顆 還沒有開會 你不能自己認為就是那14顆 對不起 跟您報告一下 除了那14顆之外 我們有部分是原理保護 另外呢 免體保護 會看到先做好保護才施工 另外 非受保的樹木 移植的部分 我們 除了以前染病 那部分 我們會把所有 既有的計畫過 600顆 這些樹木 都會把它補植回來 也是我們種子 種數量 一定是大致於原來的數量 好的 計畫區裡面 受保跟 非受保 都會移植或原理保護 至於染病那部分 會把你之外 用原生的物種來補植回來 這是我們的承諾 也必須會這樣做 好 我想 有一些問題 我上次也有提 今天我看 那些居民也有提 這是排水的部分 我上次提的是說 按照馬規 它有最低的要求 就是最低保存或是無差 或什麼保存的要求 我是希望 也能夠 一個環境的不善的措施 就是把這個量增加 不但是能夠容納 自從這個基地 所造成的問題 也能夠吸納 或者是協助 這周遭排水的問題 不曉得我上次提的 你們這一次做了多少努力 那個 請你們 要 就是剛才能回答了排水的問題 現在 我想是對一個問題來 我想針對排水的問題 我們在座還有哪個老師 一起提出來 什麼話 董老師 東偉 我想針對那個 對排水的問題 我想要提幾個疑問 第一個疑問是 這個地方看起來 原來是 原來它就有淹水 這樣的一個狀況 但是基地的現況 目前是有大片的力量 也就是說它基本上 它可滲透的面積其實 目前是很大的 可是未來在這個基地 它做這樣的一個開發之後 它所增加的這個淨油量的這個部分 我不曉得你們針對在現在 你這幾個所謂的計劃保水的這個分區下面 你可以cover掉多少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的話 剛才有提到說 規大會有提到說 對於整個的一個排水系統 那大家會去做一個 我不曉得是整理還是怎麼樣 所以它會怎麼樣的跟地區 原來自己的地區周邊的公共設施 公共排水系統 怎麼樣的去做一個連結 你在部分的環境把它增大 可是事實上它排到 地區周邊的排水系統 它還是一樣的一個規格 那這個狀況可能會造成就是 原來是在某些地方 你原來的地方 耙火店可能是有新的一個排 這個淹水店 如果它排不掉的時候 我想可能這個部分 要請你們大概做一個 比較清楚的一個說明 好 好 那個重點 這個 我稍微吃 但是 一家的問題 有了答覆 但是 答覆的 並不清楚 你在這個相論裡面 去洗或者是掃 到底是洗還是掃 洗跟掃不一樣 所以負責 哪一個單位負責 用什麼工具來洗 或者是掃 這要找得清楚 然後呢 提到的是 基地內的實測 PL2.5 跟 PHP的 是 29.3% 這個 基地內 跟你 你現在 算這個 在施工的時候 施工的時候的 PL2.5 跟 DSP的比 不死掉 那你這個 所以你這個 只是施工的時候 這很弄清楚 我再講一次 這個 因為你每天 至少有 這個都是要承諾的 這個就是在房間 報告書裡面寫這麼清楚 都是要承諾的 所以 是誰負責 用什麼工具 因為這是巷弄裡面 用什麼樣的工具 你去洗 或者去掃 每一杯 至少兩次 我姑且承諾你這個 但是你寫的 可能寫的 不是什麼 基地內實測 都還沒有開工 基地內實測 但是 施工中的 平常很不一樣 所以這個 你要弄清楚 第二 隱映中的 我們可以看到 施工中的 那隱映中的 到底是怎麼樣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因為 我們講水的問題 我們講水 我現在把它 一起來提出來 可以講光了 其實我要的答案很簡單 現在六點多公頃 開發基地 那五年一次的暴雨 平日來的時候 淨流水 現在能夠感 會不會排出多少 那 開發完成之後 如果 你所有的努力 你的 作為都做了 扣掉了 那你會排出多少 你自己都沒有告訴我 其實就是兩邊環境有力寫 然後你叫我們怎麼相信 你的 你叫框架式儲水槽 你叫這個detention pump等等 反正這個意思 因為你相信你 剛剛是拿出所有要相信 但是你在環境監測的時候 都沒有monitoring 也就是說 我就是有做 我有license 但是有沒有performance 我兩個問題很簡單 你這個基地開發前跟開發後 的力線根本看不到 所以你寫了一大堆的 我幫你看 你其實是在填空題 你在填那一些瓦規要求的 真的沒可能 對 他在填空題 但是我要的是 變真方法 合理 開發前跟開發後 那你怎麼證明你這些設施 真的有效 performance有效 不是拿ISIS 謝謝 好 那個 我們委員還要針對誰 若委員有什麼要提的 這個案子 一開始 我沒有差異 但是 剛才 你這兩名委員長 我只分認 你需要把這個自由利先 等等 去弄清楚 那還有呢 我從這個 就這一頁 我本來不想講 就是從這一頁 我就看到 這個 呃 這個 呃 這個 呃 請 好 這個當然 我是先把主持 關於這個顯示 因為好像沒有這個科學的精神 工程的觀念和科學的精神 那我們算這個東西 通常呢 這個 選個整數 或者是在考驗安全因子等等 那我想 我想 因為我們團隊 有不同的專業 我想 水的問題 我們大概 現在反提出來 這樣 那我想接著 我想有一個問題 就是地質方面的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委員裡面 針對這個地質安全的部分 你們什麼要特別提出來 來請問他們的 對這個地質安全 對這個地質安全 你都給你們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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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邀請到 科技部地震研究科學中心的研究員 王健一 王教授 來 說明我們地質這塊的資料 好 基本上這個基地是 台北斷層經過是正確的 但是 台北斷層 不只有經過政府 還經過地 還經過台大校園 還經過台電大樓 經過非常多的建築 但是這些建築在設計的時候 台大的體育館在設計的時候 都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因為它是一條老的斷層 它已經不活動了 中樓的斷層 它實際上造成我們台灣 整個山 整個地可以融得起來 就是因為有這些所謂逆通斷層 才把我們的地給抬起來 我們才有台灣整理 所以台灣這個島 也就有這個斷層 這是必然的 這個台北斷層 基本上 它是從南邊的西邊斷層 台北斷層 橫角斷層 到 這個 所謂的 最西邊的三角斷層 所以其他斷層裡面 只有一條斷層的活動 就是三角斷層 三角斷層 三角斷層在哪裡 就是在我們的靈火腿的邊邊上面 它是一條正斷層 其他呢 都是已經在造山運動的時候 台灣造起來之後 它就退居這個舞台了 所以呢 這個斷層在這個底下 基本上呢 我們 在101還沒有做之前呢 我們曾經在這邊調查過 用正式的方法調查的橫質層 這條斷層呢 它走在這個下面 上面呢 都已經被很厚的 所謂後來的 幾萬年來的液層 把它蓋在上面了 就是它動都沒有動過了 OK 所以基本上它一定可以動 所以這種老的斷層 在台灣實際上 比比皆實 斷層到一段時間以後 它跟背液層 它就會結合在一起 它本是因為動過了 所以它所謂的斷層 它所謂也是一個弱帶 所以我都做了 因為已經這麼久了 它一方面都一定交結 結合在一起 它不是那麼的 墜落的一套骨壁 而且斷層絕對也不是一條線 它是一個帶 然後我們認為這個帶 大概有四五十公尺 然後呢 在這裡面的四十公尺裡面 它也都交結在一起 而且位置也都定得非常好 因為這個基地呢 在短短說 兩百層兩百的化學基面 可以換到二十幾個 是非常特殊的 這下情況調查 非常地清楚 會自己非常地清楚 在哪裡都做得了 所有的它的基地 這個基地的特性 各方面都不夠提供 給共同的設計 在這設計 你可以完全把這個基地 直到整個特殊 所以我是覺得 真的大家不要誇張斷層 所以我好像很害怕 纏斷層真的很多 另外一個就是說 台北真的沒有地震 地震都是在花蓮的地震 你會抓到台北來 台北沒有地震 地震真的非常不少 你去看中央地下 你的地震層上面 還不去通通的 台北是怕 也要爬來震的地震 因為這裡爬來震 我們會人力比較軟 他會人力效應 會有不同的環環 但是這個範圍 因為他很高興 那本來這個基盤就很淺 兩三十公尺而已 比如說到台北市 或者是到市中心這邊 它變得很深 那個重度感就會比較大 所以基本上 你從地震的危害度 混激各位來講 實際上還算比較好一點 因為它基盤很淺 代表它很穩的意思 所以基本上 各位不用擔心 住在這一代東方 因為這是屬於比較 這個基盤比較淺的地方 所以你在工程上面 看到有辦法克制 這些短期也好 或者是這個突然移化了 這些問題 也有辦法克制 因為這個重地震 真的都在出動 真的很淺 非常好 謝謝 各位請問 我是一句原問 距離我們 這個台北市最近的 Epiccenter 大概是在這裡 就是 他們會或是說 好整個地方發生什麼 當然地震不能說 完全沒有地震 從比例上面來講 還有地震是很小的 我們在幾年前 在石獸山 一個附近有波的地震 在南山裡面 那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也都很特殊 你怎麼很好 所以有地震出來 基本上 臺北的地震 比較清楚 有地震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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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裡面 我們大概 成立是一集的資料 我想我們大概 有看一個報告 如果說 不需要說明 我們等一下 我們自己再 內部討論 那現在 農委 還有什麼 有問題 我是一些其他問題 沒關係 現在我們開始其他問題 其他問題是 有書你也提到這個開發的需要新的合理記碼 那我是看今年2月24號的新聞報道 柯市長 校說林口施拉於選手村 選手村未來成為公共屠宅 他校說要被誰住 他直言說恐怕會變空城 那同樣的一份新聞報道也講 說台北市已經要退出47處的公宅 那大家認為說 其中一些和林口的生活基因 也相處不遠 那也有可能被容納為空城 那在這樣子的背景之下 這個 我是建議就是說 是不是突發區 也還可以再重新考量 就是 是不是一定要建造如此高樓層的建築 如果說 其實台北市已經 就算沒有 就算不是十分之一的空屋 我看也有二十分之一是空屋 我知道這個新北市十分之一是空屋 OK 現在其實已經很多空屋 並不是 只是大家住不起 不是 不是沒房子 OK 那所以我覺得其實是另外 想另外的方式怎麼樣 讓這個 現在沒有人住的房子可以有人住 那所以是不是有另外的可能性 OK 當然我知道 這個案子已經考量很久 然後 但是我還是覺得這開發必要性 真的要不通說明 那常常在這個理由中號都是寫說 因為要國化土地 OK 那就是國化土地 為什麼綠地就不是國化土地呢 綠地也很好啦 綠地也是可以供給居民這個 油氣跟休息跟這個養老 我覺得這都很好 那為什麼林地要開發 對 即使開發 也不一定要開這麼高的大陸 OK 我是覺得是不是可以從另外的思考 當然或許只有開發這麼大的量體 才有人願意去投資 也不一定 那我是沒有想到那麼多 但是我是真的覺得 如果已經台北市連柯市長都質疑 連不少人家說公佔沒有輸出 這是真的是 可以去請教一下 這是柯市長 現任柯市長講的 OK 那為什麼不發局還要在這麼高的大陸 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其實我還一直在等那個 計算樓梯版電機這件事情 等一下 真的很抱歉 第三點 我還是要針對公園綠地這件事 我覺得公園綠地每次的規劃 他們都說就是植栽這些 其實也很好 而且也大於是本土性的植栽 OK 這很好 但是我是覺得說 居民要的是一個 它有辦法活動的一個空間 OK 不一定是要把這個綠地呢 通通都植栽了 然後都有一些 給做出封閉的 有樹木 有這種棺栽 就反正是這種植栽的地方 所以它根本就其實沒有辦法活動 所以現在是比較有大片 開過的綠地的空間 那未來都會變成是帶狀 雖然是連通師 但是是帶狀 那如果這些帶狀 通通都種滿了植栽 所以這些居民根本沒有辦法 把它用作是 它的活動的空間 跟休憩的空間 其實完全失去了他們現在 可以使用它的一些好處 所以我是建議 就是說公園綠地的規劃 是還可以再考量去你的新生 在家裡學生 那第三 而第四點是 我上回有請這個不發局承諾 在環平的承諾 說50年後變更 不實用用符 那開發局也做了很 很誠心的回應 是確實是承諾了說 它這個是一個整體的 這是一個整體的 絕對不會切割來 並無變更分割的可能 那選案是並沒有變更分割的可能 它現在已經是公共服務特定專用區 那是不是可以再多加一區 就承諾50年內 不會去變更這個公共服務特定專用區呢 OK 我覺得這個是大概 我是一般事實 我覺得 我覺得 如果要犧牲當地區民的一些福利 為了公共的設施的話 需要確保這個確實 一個公共服務特定專用區 而不是又被 被後人 不知道哪個是後人 被其他的人 未來的事長或等等 有可能的人 去把他整個都變更掉 他的這個地幕的時候 可以等一下 好 那現在 還有哪一位委員 要再提 現在什麼東西都可以先提出來 有沒有 好 董委員 我還是針對你的那個防災計畫 當然可能會希望有一個比較系統線 因為今天我看到那個 市主團隊所提出來的那個防災計畫 其實已經有很專心在做某些事情 那是不是可以針對這個園區 它本身 在可以把它分成建物層級 園區層級 以及和社區層級 它在整個的一個在不同災別 它類別下面的這個防災計畫裡面 通常呢 比如說你的避難空間的提供 還有避難動線的一些 以及防救災車輛 它的一個合理的一個配置 那以及可能會對應到 因為其實未來的這個 疑問階段 這裡面應該會進出非常多的單位 那這些單位 它各自有不同的這個管理單位 它在 因應在它的軟體上面 就是說這些管理單位的一些對應上面 它們應該 可能應該要有一些什麼樣的一個具體的措施 因為這裡面可能要去稍微大概去對一下 因為我今天大概稍微看一下 你的那個報告書當中 像譬如說 它有一些樓層和有一些區域 其實它的那個使用者的特性是很明顯的不同的 那可能事實上呢 在它的那個 我們現在在畫設這個 所謂的比如說避難動線 或者是它的一些避難的空間的一些設置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是有一些 我個人看起來我覺得是有一些還可以在改善的空間 那比如說你的報告書的5至27頁 你有一個地區的一個中繼復健的一個機構 還有老人公務機構 它的那個整個對應到它的一個所謂的垂直動線的配置 那或者是它的一個避難平台等等 可能要考慮一下 因為像這樣的一批人 它其實它一般的使用者 它是不太一樣的類型 那用現在這樣的一個畫設的方式 其實它實際上真正它在對應上面可能會有一些困難性 像這些部分可能希望可以做得比較仔細 因為主要是因為這整個園區 它事實上裡面會混雜了很多的一些 譬如說一些弱勢的族群 那或者是說一些有很多 它可能會 未來的這個大樓 這個裡面看起來好像有一些會是因為都根的關係 會臨時移進移出 這個中繼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有這樣的一些區域 所以它的那個混雜性其實是還蠻高的 所以對這個部分會希望可以 有一些比較更具體的一些 一些應應的一些做法 以上 好 那另外那個張委員 他提供了三個意見 我大概簡單的念一下 第一個 千古充社會經濟衝擊領估 針對開發前後基地影響著周邊民地的低價 出售房價的改變量 行種空間面積 大眾運輸工具 運量之改變量 並相對於未來開發後使用功能 就是社群青年宅 圖坑中間宅的量庭大小 和指出貴影的租金 規劃做正向和互相衝擊等 林林性別所得人權比較 第二個 本案的地下庭科空間依整合 並以使用既有大陸建屋的面積為優先 降低其他育地的使用 以保持最大的透水面積 第三個 除十字型穿透人形步道外 應考慮斜降人形步道 以增加基地可接近性和社區的連結性 你等一下可以拿過去參考一下 那我想 剛才我們委員 大概也提出了滿多的意見 那我想等一下 我們就請開發單位 剛剛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 我的一個提議長 他指的就是 樓高太高 這邊那個空間壓迫 空間壓迫 對 這邊有沒有樓層高度的管制 有時候可以安心安貨之養 來特別提出 好 這個說什麼是想的 好 我想 我想 大概 第一個 大概就是從 那個建屏率 到從樓板面積的那個資料 整個說清楚 那我想 排水的問題 剛才很多人 大概分類排水的問題 也提出一些意見 那我想地詞 大家講過交通也講過 紙災的話 就是剛才 農委員談到 希望有一些更open的一些空間 我可能可以回應一下 那另外就是 針對 需要性合理性等等的這些 這些論述 然後再下來就是 防災計畫 剛才農委員談到的 不同層次的 然後再下來其實就是 剛才高度的部分 好不好 那我想大概就是 針對這個組織的主則 另外剛才詹老師 談到的 其實這裡面 他特別提到的就是 我想現在 我們沒有做到的 大概就是 對於當地的 社會經濟的衝擊 平衡的主動 那不過 我想你們轉個 針對這幾個議題 轉個回應一下 好不好 看你們先回應 我先